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杠杆 财务杠杆系数 这些财务杠杆系数 它是为了衡量这个财务风险 那么什么叫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我们在前面谈了 就是说负债筹资引起的风险 对吧 由于负债筹资 那么我们一旦未来 这个就是收益不确定了 我们到期可能没有办法还利息 偿还本金 这样的话会有这个 就是我们破产的风险 等等这些 都属于负债筹资引起的风险 所以财务风险是负债筹资引起的风险 那么衡量财务风险呢 我们是可以利用什么呢 财务杠杆系数 所以首先我们来理解 什么叫财务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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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我们指的是 在某一个固定的债务和权益融资结构下 那实际上就说 你在这个固定的这种结构下 当然它其实前提就是利息率啊 这些因为是预先约定好 就确定了 利息不变 优先股利不变 在这些前提下呢 那我们要看一下 由于稀碎前利润变动 引起的美股收益 更大的变动 我们把这个现象 称为财务尴尬销 那这个含义怎么理解 那大家帮我先回忆我们前面讲的 美股收益是吧 美股收益就指的是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我们就用它英文代号字母EPS 表示美股收益 那么美股收益应该是用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除以普通股的股数 是不是 我们其实已经多次用这个公式 净利润减优先股利 除以一个分母式普通股的股数 就是美股收益针对普通股来说的 那么我们如果用N表示普通股股数 而净利润呢 就是前面老用的一个公式 EBIT减I乘以减T减的拼利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来看这个公式 你像既然美股收益 我们用代码写 是用这个稀税前利润减利息 就成为税前利润了 对吗 乘上一减所得税率 就是税后减利润 减优先股利 然后分母出以普通股股数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 优先股股利是一个固定的财务负担 利息I又是一个固定的财务负担 假如税率比较25% 然后呢我们这个公司啊 总共就我们五个股东 每个人持有1000万股 所以公司有5000万股 然后现在我就想问你 我怎么样可以使美股收益提高呢 我们要提高美股收益的话 因为优先股利啊 利息这些已经是固定负担了 是吧 所得税率也是25%不变了 股数我们五个人5000万股 我要想提高美股收益 就要靠提高EBIT 是不是 我就要提高EBIT 然后还是那句话 EBIT提高 但是我们后面的利息 优先股利是固定的财务负担 就好比10减2减3 10呢 不要提高了 变成20了 可后面还是减2减3 所以我们就会有什么呀 由于存在固定的利息和优先股 这个固定的财务负担 它会使得EBIT较小的变动 引起美股收益较大的变动 我们把这个作用 就称为财务杠杆 那么财务杠杆 大家理解了 就由于存在这个固定的这个利息和优先股利 会使得EBIT较小的变动 引起美股收益较大的变动 但这个变动有多大 我就想衡量它 那对于这个财务杠杆的作用度有多大 它的衡量指标 我们就用一个系数 就为了好计它 就把它称为财务杠杆系数 那这个财务杠杆系数 它的定义公式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因为你说是存在优先股利 存在债务利息 它会使得 我们这个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是大于EBIT的变动率 对不对 那我就想看多大呀 究竟我EBIT增长一倍 你的美股收益是增长两倍还是三倍呢 我就想衡量 那么这个衡量定义公式 就是要看你这个美股收益 EPS的变动率 要比我们的稀碎钱利润 EBIT的变动率 要大多少 比如说二者相处等于二 那我明白了 EBIT变动一倍 美股收益是变动两倍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公式大家注意 这个定义公式 它计算起来比较麻烦 因为你要求变动率 它当然应该是用预计的EPS 除以G7EPS 也就是说减去G7EPS 就是ΔEPS 增量的EPS 然后再除以G7的EPS 是不是 同样分母也是 这个EBIT变动率呢 你得用增量的EBIT 去除以G7的EBIT 所以它要用到两期数据 还要算增量值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很 计算起来很麻烦 所以在财务管理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说 不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这个公式用途 也是用在预测上 是吧 用在预测上 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我这样告你 我们说经过测算 这个该公司的财务杠杆系数 我随便说 比如说等于这个1.5吧 然后现在我想问一下你 明年呢 如果我们的经营收益 能够上涨10% 我想问一下你 每股收益可以增长多少 那大家看是不是很简单啊 就把这10%乘过去嘛 15% 或者反过来问你 我想让我的每股收益 增长10% 让你EBIT 至少得提高多少 那是不是 你就拿10%除1.5 是不是就可以啊 所以像这种考试 给了你一个变量的增长率 让你去求另外一个变量的 这个变动率 我们就用定义公式 是吧 定义公式用途 都能在预测上 但是计算的时候啊 要用这个公式啊 就这样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计算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化减后的 简化公式 那这个计算公式呢 我们可以大致推导一下哈 比如说我们还是 G7的每股收益 我就不用缴码了 G7每股收益EPS 我就用EBIT 减I乘1-T减去PD除以N 然后预计的EPS呢 那么我们这个利息和优先股利 它是预先约定好的 就是固定的财务负担 然后数得税率T 比如说我们就能25%了 然后股数 还是我们五个人 每人一千万五千万股 这些都不变 唯一变的是什么呢 可以变的是EBIT 对吧 所以我就设立 未来的这个 我用脚码1来表示 所以每股收益1 是等于EBIT1 但是利息负担还是固定的 是吧 乘上E-T减去固定优先股利 除以股数 那么 Dert EPS呢 因为我是想让你帮我 就是按照我的这个定义公式 DFL 这个F就是 我们英文打号字母 用这个 这个D就是程度 Degree 是吧 这个F Financial 就是财务 L是Leverage 是吧 所以DFL是表示 财务杠杆系数 是吧 那我们前面经营杠杆系数 是用DOL 是吧 那现在大家看 这个 我们这个DFL 我们按照定义公式 我的目的是要得到这个 就是EPS的变动率 除以一个G7的EPS 然后分母呢 是EBIT的变动率 除上EBIT 所以为了得到这个 我就要得到DT EPS EPS1减EPS 这个优先鼓励D 是不是约了呀 利息I乘E-T 是不是也约了呀 所以这样的话 我这个DT EPS呢 就等于DT EBIT 乘E-T 除以N了 对吗 所以这个 我就可以带到这里 是吧 如果带进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分子 就像于DT EBIT 乘E-T 除以N 然后在笔上EPS 底下除以DT EBIT 那么DT EBIT 可以约掉 是吧 约掉以后 那我们把这个分母上 EBIT分之1 翻上去 它就变成了 这个EBIT 乘以E-T 除N 然后分母呢 是EPS 我们把它写成 这个EBIT 减I乘以E-T 这个PD 是吧 然后除以N 这个这样的写法 那么N是可以约掉的 是吧 我们把N约掉了 然后呢 你在分子分母 都除以E-T 就变成了这个公式 所以这个大家看 推导 不用搭计 但大家得知道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 就是根据定义公式来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 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定义公式和计算公式 算的结果是一样 但是计算公式会比较简单 因为呢 它把那个增量的 ΔEBIT啊 ΔEPS都约掉了 它就用G7数据 同样也是用G7数据算的结果 是帮我们预测 未来的财务风险 是吧 所以用G7的税税前利润 比上G7的税税前利润 减去利息 还要减去税前的优先股利 是吧 实际上就用EBIT减去 EBIT EBIT除以 EBIT减去税前财务负担 对 都是用税前的 对吧 都用税前的 那么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对于这个 财务杠杆系数 它这个公式啊 我们说定义公式 实际上是跟它定义来的 是要 会用它来预测 而这计算公式呢 就是考试 让你计算这个指标 我们要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然后这个呢 我们 G的话 其实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说你看 我们前面讲 基因杠杆系数 它的计算公式是 边际供限M 除以M-F 那你看我们的财务杠杆系数呢 是EBIT除上 EBIT减去税前财务负担 它都是减去固定的一个负担 只不过是用税前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立体 你看书上这个立体 它给了ABC三家经营业务相同的公司 可以说我们经营分险同类 同样经营业务 然后他们的这个总的资本规模 大家可以看都是200万的 但是不同点在于呢 A公司全都是自有资金 B公司呢 有一部分的负债 是吧 而C公司呢 它的负债比重更高了 就是一半的 全一半的负债 是吧 然后你看他们的 税税前利润都是一样 但因为呢 A公司没有负债 所以利息是零 B公司呢 因为25%的负债 所以利息是4万 C公司呢 50%利息更多了 就8万 是吧 这是它这个基本的几个情况 那现在我们可以 比如来看一下 假如说它要让我们算 财务杠杆系数 如果是按照定义公式 那我得有美股收益 是吧 就是要算一下变化钱 和变化后的美股收益 要算美股收益变动率 然后分母呢 还得有变化钱 和变化后的EBIT 所以你可以看 我们书上的这个计算 我们假如说 就以B公司为例 B公司的税前利润 就是拿薪税前利润 减利息 可以得到税前利润 然后扣除它的所得税 就可以得到税后的利润 然后我们把这个税后利润 除以它的股数 是吧 因为B公司 它这个股数啊 是一万五千万股 所以这样的话 我可以得到B公司的这个 就是美股益 所以你看 我在这边 我画一条线啊 就是我这条线之上 都是机器的数据 那我看这条线以下 是预计的 它预计什么呢 比如说我预计 税前利润要增加 百分之百 因为原来的EBIT 这就是 二十万 对不对 我们原来的是二十万 那现在我假设 我的EBIT在增加二十万 增加百分之百 你EBIT是增长了 但是债务的利息 是约定好的 契约约定固定的负担 它还是四万 所以这样我可以得到 我的这个税前利润 就是三十六万了 扣除的税是税后利润 二十七万 然后同样 除以股数 就是我的普通股的美股收益 那因此 那您可以看 我的美股收益变动率 就是变化以后的 美股收益十八 减去我们的 这个机器的 就是线以上 美股收益这个八 对不对 然后再除以八 这是美股收益变动率 然后分母呢 我们的EBIT 是不是增加了百分之百啊 是吧 分母是EBIT变动率 百分之百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你可以看 我的财务杠杆系数 不就是一点二五吧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啊 我们刚才谈的是 这个用 就比如说 我要用定义公式来看 是这样的 但是大家看 如果我要是想要你用 这个计算公式 那么就计算公式的话 像我们还是以B公司为例 我就可以拿什么呀 机器的 一定是用机器线以上的 EBIT 我们刚才讲的 EBIT比上EBIT减去 税前的财务负担 由于这家公司 没有优先鼓励了 那就只有利息了 所以EBIT除EBIT减矮 那么机器的 一定用的是机器的数据 是不是 用机器的这个数据 那我机器的EBIT就是20万 然后除以20万 减去利息4万 那你可以看一下 同样也是等于1.25 对吧 所以用机器数据计算 和用我们定义公式算的结果 是一样的 但是假如说这套题 你用的是预测器 因为我们这套题 它假设EBIT增加20万 你要用预计的EBIT 就从40万了 对吧 40万除以40万减4万 就不等1.25了 所以利用计算公式 我们都强调用机器的数据 是吧 像A和C都是这样 对吧 你可以用计算公式求 也可以用定义公式求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计算公式 我们强调用 G7的数据 来计算 但它算的结果 是预测 未来的风险 那现在我们来看 有关的结论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的公式来 你看我们刚才讲 财务杠杆系数 它是等于EBIT 比上EBIT 减去利息I 再减去 税前的优先股利 是不是 那你从这个公式里面 可以看到 如果我这期 我没有利息 没有优先股利 就如果这两项 它们都为0的话 那你看我的财务杠杆系 我是不是等1 如果它等1表明什么 因为我们这两个公式 计算公式和定义公式 是互相推出来的 那就说 我们这个EBIT的变动率 它不会有这个较小变动 引起较大 每股收益率就有放大效益 就没有放大效益 但是如果这块 我们说不等于0 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 那我的财务杠杆秀数会 大于1 那这个大于1 底下这个也就大于1 它大于1表明什么呀 就表明你EBIT的较小变动 会引起每股收益较大的变动 是不是这样啊 那大家可以跟我来看啊 首先我们说 什么时候会存在财务杠杆效益 就当我们的筹资方式中 有固定性融资费用的债务 或者优先股 也就是我们有固定利息负担 有固定优先股利 那么才会存在 稀税前利润的较小变动 引起每股收益较大变动的 财务杠杆效益 是不是 另外呢 这个财务杠杆系数 和我们财务分险的关系 就比如说 我说财务杠杆效益 假设我说等于3 表明什么呀 EBIT变动一倍 每股收益会变动三倍 但是如果明年的EBIT 下降一倍呢 你会下降三倍 所以我们说 风险是一个中性持久的手 不是说 这个一定就是损失 你有更大的收益 是风险 更小的 有更大的损失也是风险 那就说它不动力大嘛 所以风险大 所以财务杠杆系数 它实际上是反映了什么呀 衡量财务分险大小的一个指标 财务杠杆系数如果越高 财务分险就是越大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看影响因素 这影响因素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 从我们刚才那个公式来考虑 你看影响财务杠杆系数的因素是什么 EBIT和你的利息I 还有税前优先股利 所以这块大家注意 你看我们前面经营杠杆系数 经营杠杆系数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呀 是EBIT和固定财务负担F 那财务杠杆系数的影响因素呢 是EBIT和利息 以及税前优先股利 对吧 就是说经营利润 它也会影响我的财务分险的 是吧 然后我们的利息 还有财务的 就是税前优先股利润会有影响 那这个影响 首先我们看财务负担的影响 他俩如果越高 你这个分母减相大了 分母变小 一出就越大呀 所以财务负担越大 我的财务杠杆系数是越大的 但如果两家公司我们财务负担一样 那么EBIT水平高的企业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同学 大家可能会说 老师他这个分子分母都有EBIT 不好判断对吧 但其实你看我把它变一下 其实不用再掌握那么多公司 我们就是为了要 好理解 如果分子分母都除EBIT 分子是一了 分母是一减去这个利息I 加 PD除一减T这个东西 然后再除个EBIT 如果你分子分母都除EBIT以后 您可以看到 我们就只剩下 它这个分母上有一个 I加PD除一减T除EBIT 可以说这EBIT和利息I 它是 它的变动方向一定是 跟那个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利息越大 财务杠数越大 而这个呢 因为它是利息除以EBIT 所以EBIT如果越高 我的财务杠杠系数 应该是越小的 对吧 所以它的影响因素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负债的比重 如果你债务负担大 利息负担多 当然财务风险大 薪水钱利润水平 如果越高 那我们参与的财务风险 可以小一点 此外呢 因为我们公式里面 有个PD除一减T 你的数字税率 是不是也会影响啊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 如果要是税率比较大 那个PD除一减T 是不是就会比较的大 是吧 所以税率的如果越高 那实际上你的这个 如果其他因素不变 同样也是财务杠杆是越大的 是吧 然后 像这个负债比重啊 是吧 融资费用这个越高 是吧 水平越低 财务杠杆越大 其实就是按照那个公式来 你就按照我们计算公式推就是了 那么怎么样来控制财务风险呢 因为负债比例可以控制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合理调整资本结构 适度负债 来这个控制这个财务风险 那大家帮我看一下多选题 他问你下列 关于财务杠杆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呢说财务杠杆是越大 财务风险越大 这个没有问题是吧 B呢说如果没有利息优先鼓励的 不存在财务杠杆效应 这也是对的 C呢说财务杠杆是由利息 税前优先鼓励和税前利润 共同决定的 这也可以 没问题 对吧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税前利润 你要加上 就等于税前利润 我们要加上利息 不就是税税前利润 我们的公式里面可以看 他就是税税前利润 还有什么呀 还有鼓励啊 还有利息啊 优先股鼓励会影响 所以这C也是对 例如说如果财务杠杆是唯一 表示不存在财务杠杆效应 应该也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这四个 都是正确的表述 我们再来看 以往的一个单选题 说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 单价是6 单用成本4 产销量每件 每年10万件 固定成本每年3万元 利息之后的每年3万 让你求财务杠杆系数 那就是逃公式就行了 对吧 那我们说财务杠杆系数 它是 等于EBIT 除上EBIT减I 就是如果没有优先股息的话 是这样 对吧 其实也好近 像基因杠杠杆是M 除以M减F 财务杠杠杆是EBIT 除EBIT减I 然后我的EBIT呢 是P减V乘Q减F 所以呢我们的P6V4 P减V乘以Q 再减去F 这是这样 那分母呢 就是比它这个多减一个 6.4乘10减5 还要减去3就可以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第三个杠杠 就是联合杠杠系数 那么联合杠杠系数呢 它实际上就是 你看我们刚才讲了 财务杠杠是由于存在固定的 这种融资费用 引起的这种杠杠效应 而基因杠杠是由于存在固定的基因成本 那如果这两个固定的成本费用的 共同存在引起的杠杠 我们就称为是联合杠杠 那对于联合杠杠呢 它揭示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哈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基因杠杠 基因杠杠如果按照定义公式啊 它是反映啊 就是由于存在固定的生产基因成本 它会使我的较小的这个 就销量较小变动 会引起EBIT较大的变动 所以它是用EBIT较大的变动率 除以一个销售的变动率 对吧 就是基因杠杠系数 然后财务杠杠系数呢 它又是结实什么呢 它只是由于存在固定的财务负担 它会使我们的这个EBIT的较小变动 引起的每股收益 EPS的较大的变动 就好比我告诉你 我这个企业啊 我的基因杠杠系数 我们通过测算等于2 比如财务杠 就假设我算了也是2 等于3吧 财务杠比较等于3 那大家看 如果要是销量变动一倍 我的EBIT会变动多少倍 是不是变动两倍啊 然后呢 你再接着看 因为EBIT我们变动两倍了嘛 那你的每股收益呢 是不是变动多少倍 那就应该是6倍才行 那如果我要从根源上看 就是我想看根源上看 就是销售变动 最终会引起每股收益 多大的变动呢 你看我把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乘一下 一约 那其实 从根源上看 销售变动最终引起的 每股收益变动 那就是6倍 所以财务杠杆 系数相乘 它就能够揭示 销售变动 对每股收益变动 那我们把这两个杠杆的 符合作用 给它称为是联合杠杆 让我们放TL 总的Total 也称为总杠杠杆 而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上是一个关系共识 就是总杠杆系数 它是可以等于 精英杠杆 乘以财务杠杆 而且这两个预约 你看 就可以得到 我的财务杠杆系数 它最终是等于什么 它就是反映 你的销售变动 最终会引起 每股收益的变动 那我们把这个 就称为是什么 称为是我们的 定义共识 是吧 这是定义共识 就是揭示究竟最终 这个符合作用 消耗变动 引起内部收益 多大变化 是定义共识 那么计算公式 不用专门计 其实要考试 要考我们 这个联合杠杆的话 我们会计算 精英杠杆 会计算财务杠杆 两个一层 就是总杠杆 当然我们书上 也给了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 也很好理解 就是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刚才讲 精英杠杆系数的计算公式 是M除以M-F 而财务杠杆的计算公式 是EBIT 比上EBIT 减去固定的 税前财务负担 就是I 还有税前优先鼓励 这个对吧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 这两个相乘 大家知道 首先M-F和EBIT 是什么关系 M-F不就等EBIT吗 所以这两个一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总杠杆系数 它的分子就是M 分母是EBIT 我把EBIT给它 形成M-F吧 我把这个EBIT 形成M-F M-F 减利息I 减去 税前的优先鼓励 对不对 那么要是这样一来 那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公式啊 和我们的这个 精英杠杆系数 你看是M除以M-F 而总杠杆和它相比 是不是多扣了一个什么 税前的财务负担 是吧 所以 就是要记也好记 就是联合杠杆 和精英杠杆的公式 区别在 就是分母上 多扣除一个税前财务负担 因为它是两种 固定策划的 共同作用引起的杠杆 所以大家看 我们的联合杠杆 大家需要掌握的 一个是他们的关系公式 还有一个定义公式 是吧 另外我们书上给推的那个 有关它这个简化 这个计算公式 其实就是我刚才谈了 这个 大家看EBIT加F 不就是我们的这个 编辑贡献M 对吧 那你可以写成M-F 减利息I 减去PD 除E-T 所以不管怎么写都没有问题 对吧 反正就是 你看你怎么来记忆它就是了 然后我们来看有关的结论 首先大家从我们公式里面看 如果我想问你什么情况下 我们这个 会有财务杠杆的符合作用 假设大家想 如果我说我这个企业没有负债 比如我的利息I 优先鼓励为零 如果这个为零 那么 这个时候是杠杆 这个我们按照这个 联合杠杆的计算公式来看 就成了M除以M-F了 那这个M除以M-F是什么东西啊 不就经营杠杆吗 那就不是联合杠杆了 对吧 所以你要想存在这个联合杠杆 你必须啊 这个不等于零 当然这个也不等于零 对吧 两个都存在 如果只存在一个 就是单独的杠杆相应 所以我们要想存在 这个联合杠杆 就是必须 企业同时存在固定经营成本 和固定的 这个融资的这个债务优先股 这样才会使得 营业收入的较小变动 引起美股收益 较大变动 对吧 才会有这个联合杠杆相 要不然就是单一的杠杆 对吧 然后和总风险的这个关系啊 这个一样道理就是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定义公式来吗 如果这个总杠杆系数很大 是吧 比如这个东西 比如说随便说 我说刚才说 我说六是吧 你销量刚变动一倍 没有说也会变动六倍 你销量下降一倍 没有说也是下降六倍啊 所以很显然 总杠杆系数越大 那我们 整体的风险 也是越大的 那么对影响因素 他说那些因素 会影响我们的 就是联合杠杆 其实就是凡是影响基因杠杆的 影响财务杠杆 都会影响联合杠杆 是吧 而且影响方向是一致的 因为联合杠杆 是等于基因杠杆 乘以财务杠杆 所以你只要掌握了基因杠杆 财务杠杆的影响因素 联合杠杆就没问题了 是吧 所以它是他们的成绩 所以大家需要掌握的公式 一个是定义公式 就揭示 是销售变动 引起的美股收益的变动 所以这个公式是 用在什么呢 预测上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关系公式 其实我们考试 让你计算的时候 我们用它 用关系公式会比较多一点 是吧 这个简化公式 你也可以用它 对吧 但是用的关系公式会多一些 大家帮我先看一个 以往的考题 他问你联合杠杆 可以反映什么 A的说 营业收入变化 对稀岁钱利润影响 这个其实是金银杠杆 DOL B的说 营业收入变化 对美股收益影响 那这个是我的联合杠杆 是吧 然后C说 营业钱利润变化 对美股收益影响 是财务杠杆 而D 这个没有 是吧 对上 这样的话 我们说应该选择B 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你看 我们在这一节里面 讲了三个杠杆系数 三杠杆系数呢 希望大家首先 记录定义公式 定义公式是用于预测的 就是他考试 如果考你某一个变量的 一个变动 去推另外一个变量变动 那我们实际上 就是用这个定义公式 那么 大家首先从根源上讲 这个企业要想获取利润 他得把产品卖出去 就是销售的变动 然后从最后 因为我们财务管理 考虑股东财富最大 所以呢 对于股东来说 都希望美股收益高 对吧 所以我们最终是美股收益 另外呢 销售变化了 那么我们要看的经营利润 因为你虽然收入多 如果你成本开支也很大 那利润少也不行 所以中间有一个指标 就是稀税前利润 所以我们就要看这三个变量 那么首先看销售变动 会引起稀税前利润如何的变动 由于存在固定的基因成本 销量较小变动 会引起EBIT较大的变动 所以基因杠杆系数 它反映的就是 我们的稀税前利润变动率 比上一个销量的变动率 而财务干法就是要看什么呢 由于存在固定的这个融资费用 假如说我基因利润是挺多的 但是我的财务负担特别大 你可能把利息都减完了 优先股一看完了 可能给股东就剩不下去 所以我要看一下 这稀税前利润变动 和我的这个美股收益变动的关系 所以财务杠杆系数 就是反映美股收益变动率 除以一个稀税前利润变动率 那这两个杠杆的联合作用 它俩一成 联合杠杆反映的是销售变动 引起的美股收益变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去年的一个考题 假公司2015年的美股收益是一块钱 基因杠杆系数是1.2 财务杠杆数1.5 假设公司不进行股票分割 如果16年的美股收益达到1.9元 根据杠杆效应 问你收入要比15年增加多少 所以你看他问的是 需要收入要增加多少 像这种 就是考你某个变量变动 它一定是考你这个定义公式 那么我们就想一下 就是能够反映 这个收入变动和某一个指标之间关系的 我们可以有基因杠杆系数 还有就是总杠杆系数 但基因杠杆系数 它是要考虑这个营业收入变动 对稀碎钱利润变动的影响 但我们这个题里面 根本就没有稀碎钱利润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说总杠杆系数的 就联合杠杆 或者总杠杆系数 它的定义公式 它是反映的是 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比上我的销售的变动率 对吧 而且因为我们是在 本量力分析有假的单价不变吗 对销量变动和销售变动 应该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如果能够有总杠杆系数 你看总杠杆系数这个好办 它是给了我们这个公司的 基因杠杆系数是1.2 财务杠杆1.5 所以这两个一层就1.8了 所以我们杠杆就有1.8 而美股收益变动率呢 15年的收益是1 16年是1.9 所以这变动率1.9减1 除以1 90% 然后问你分母的销售变动率 那不就是90%除以1.8吗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90%除以1.8 不就是50%吗 所以它考就是定义公式的应用 是吧 就给了一个变量的变动 让你去推另外一个变量的变动 那我们再来看简化的公式 简化的公式用来计算的 其实我们在杠杆系数这块考试啊 它如果让你 计算这个杠杆系数的话 我们就是找到三个利润 哪三个利润呢 一个是边际贡献 M 我的边际贡献是用销售收入减变动成本 还有呢 第二个利润什么 税前利润 把边际贡献M减去固定成本F 第三个利润呢 要考虑归属于普通股的税前盈余 归属于普通股的税前盈余 是要把EBIT要扣除 税前的财务负担 就利息和税前优先股利 那么如果这三个利润你有了 那我们其实 如果考试让我求金银杠杆系数 就是把第一个利润 边际贡献 除以第二个EBIT 税前利润 那如果考试让我考我财务杠杆系数呢 就把第二个利润 税前利润 除以第三个税前盈余 那么总杠杆系数两个一层 那就是把我们的第一个边际贡献 去除以第三个税前盈余 它上去就要找到三个利润 所以考试如果考我们杠杆系数 你就想我能够计算出的三个利润 如果能够有三个利润 那就简单了 就是谈第二个公式 就是我们谈有关简化计算公式 那么第三个就请大家注意 就是跟本量力相结合的 这个关系公式 特别是基因杠杆 基因杠杆系数 它反正是税前利润 对消货的敏感系数 也就是安全边际率的倒数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分子目标利润的变动率 就是EBI变动率 然后我的分母是什么 就是销售变动率 这不就是基因杠杆系数吗 另外谈到敏感系数 因为我们是目标值变动率 除以参量变动率 那如果你要是让我拿 每股收益变动率 除以税前利润变动率呢 那这个事实上也是一个 敏感系数的问题 对吧 是看每股收益 对税前利润的敏感系数 那么总杠杆系数呢 是拿每股收益变动率 除以一个销售的变动率 那可以说是每股收益 对销售的敏感系数 它如果变一种说法 那你就用它定义公式来看吧 那它的这个 是哪一个杠杆系数 就应该把握它 我们结合例题 大家帮我看一下 他说这个企业 全部的固定成本和费用是300万 资产总额有5000万 资产负债率40% 负债的平均利息率是5% 然后大家要注意 我们全部的固定成本和费用 我们知道分为两类 一类是固定的基因成本F 还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税前的财务负担 一般来说就利息对吧 像我们这条题的利息 很好办了 资产是5000 负债率40% 负债的平均利息率又是5%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利息应该是100万的 对吧 这些利息是100万 我可以推出来的固定基因成本 F就应该是200 然后他又给了我 净利润是750万 组得税率是25% 然后让我算三个杠杆系数 那这种题怎么办 我们就可能会想 哎呦三个杠杆了 基因杠杆是M除以M-F 我得有边际风险 我得有细税前利润 他这里面没有给我边际风险 对吧 也没有给我细税前利润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看看他 有没有和利润有关的指标 你像我们这里面有 有一个利润 就是净利润是750 那如果净利润是750 你看 税前利润等于什么 那么这税前利润就应该等于 这个净利润750 除以1减去数的税率 因为他给的我的税率是25% 对吧 所以这样我可以得到 我的税前利润就是 1000万的 然后大家再看 因为我们说要找三个利润 一个是边际贡献 一个是EBIT 还有一个税前的盈利润 因为我们这要提 没有贡献鼓励 就是税前利润了 那税前利润有了 我们再来看EBIT EBIT就应该拿这个税前利润 应该怎么样 加上利息 是吧 我们的利息 我们刚才算下来是100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加上这个100 这样可以得到我的这个 税前利润 然后我们再看边际贡献 怎么求 边际贡献和它的关系是什么 M是等于什么 EBIT 加上F吧 对吧 因为你的EBIT 是把F给减了 我要加回来 所以我的边际贡献 M就是EBIT 1100 再加200 就等于1300了 所以你可以看 我这三个利润都找到了 第一个利润边际贡献 第二个利润EBIT 第三个利润税前利润 所以你要让我求基因杠杆系数 我就拿第一个利润 边际贡献 逐上第二个税前利润 然后我求第二个 财务杠杆系数呢 我就用第二个利润 这个税前利润 除以第三个 这个税前利润 税前盈余 然后总杠杆两个一成 或者你用第一个 除以第三个 就可以 是不是 所以这个计算就简单了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 让你预测一下 如果销售增长20% 每股收益增长多少 像这种题就是考你 这个定义公式 对吧 我们这个有关 三个杠杆里面 反映销后变化 对每股收益影响 不就是总杠杆吗 那么总杠杆系数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就用一下这个 总杠杆我们拿这个 就是编辑贡献 除上一个税前的 盈余是1.3 既然总杠杆就等1.3 按照定义公式的1.3 它应该等于 每股收益的变动率 除以一个销售的变动率 那现在他告诉我呢 这个分母的销量变动率 是变动20% 想要你求分子 那就1.3 乘以20% 不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把它挪到等式的 左边一乘不就行 我们可以看我们08年这个考题 你看 C公司的固定成本 它提示你是包括利息费用的是600万 那么资产总额是一个亿 负债率50% 就5000万的负债 负债平均利息率8% 所以我的5000万乘以8% 那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利息了 是吧 那利息我可以算出来 就是应该400万 是不是 因为你这个 一个亿的这个债务 不是一个亿的资产 乘以50% 那就是5000万的这个负债 我再乘上利息率8% 这样我可以得到我的利息是400 然后又告我们这个公司呢 它的净利润是800万 适用的所得税率20% 那么我们看他提问 他让你求的是 税前经营利润对销量敏感系数 这个其实就是考我们这个 关系公式 税前经营利润对销量敏感系数是什么东西 不就是基因杠杆系数吗 那基因杠杆系数按照我们这个简化的公式啊 就是这个边际贡献 M除以M-F 是吧 或者呢 就是说 你也可以说用EBIT加F 除以EBIT 怎么写都行 对不对 那我们对于边际 我们对于这个基因杠杆系数 我们讲就要找到两个利润 一个是边际贡献 一个是税前利润 那像这个和我们刚才一样啊 就先把他的净利润800 除以E-20% 这是我的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再加上利息400 这就是你的EBIT了 对吧 然后呢 你的边际贡献M是什么 不就是你的EBIT 再加上固定的生产基因成本 我们这个总共的600里面 应该固定的成本F 因为利息I是400 所以固定的成本应该只有200 所以你把这个EBIT加200 不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 就是有关这个计算 是吧 我的税前利润计算 那么就是把这个 就是我们的税前基因利润 其实谈到税前基因利润 不就是你的EBIT吗 就是谈经营 就是不扣利息的 所以我们是呢 把税前利润加上利息 对吧 然后敏感系数这块 其实就是基因杠杆系数 是拿边际贡献 除以税前利润 是不是 这样可以就是计算出来 这是我们谈有关 这个以往这个杠杆 这块的一些考题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们是把整个第九章 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对于这一章呢 我们这两年的考试 主要是一个客观题的考核 从客观题考核来说 首先要把握 资本结构理论的观点 就是不用大家掌握计算 那些公式啊 什么并不用你去背 但是你要注意 它的这个相应的结论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 包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包括对资本成本 比如对债务成本 怎么影响啊 股权成本怎么影响啊 还有教育成本怎么影响 这些是吧 另外呢 就是要掌握 我们的每股收益 无差别点 它的计算和这个应用的原则 第三个就企业价值比较法 它的这个应用 然后第四个 就是三根杠杆 系数的计算 还有它的这个 包括定义公式 计算公式 关系公式 以及结论 是吧 就这些都是属于 容易在客观题里面考核